望线,等一不归人,第十四集,蓝启仁看着这几日魏无线为蓝旺鸡做的一切,已经有了明显的销售,他知道魏无线一向聪慧,要是以前,一定会觉得惊讶,可是现在,更多的是心疼两个孩子。 魏无线为了治好蓝旺鸡,想来很多办法,丝锥,温宁,景仪三人也没少帮忙,他们都没见过这样的蓝旺鸡,把希望都寄托在了魏无线身上。 终于在那天的一次尝试中,蓝旺鸡看着旁边的蓝丝锥,唤了一声丝锥。 丝锥激动不已,连忙回答,父亲,是我,我是丝锥,您记起,我了对不对。 景仪赶紧跑到雅市,把这个消息告诉蓝启仁和蓝溪陈。 蓝启仁和蓝溪陈匆匆赶来,蓝旺鸡对他们不再抵触,也认识他们都是谁。 此时的魏无线却有些激动地说不出话了, 不过蓝旺鸡也并没有完全好了,只是开始有好转。 虽然认识了其他人,但是性情依旧与以往不同, 还是像个小孩子,对魏无线依旧过分依赖。 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,魏无线从没放弃过,一直在不断尝试。 看到开始好转的蓝旺鸡,蓝起人松了口气, 看向魏无线的时候,眼里充满了赞赏和疼惜。 为了不影响蓝旺鸡的恢复,所有人都离开了静视。 众人离开后,魏无线一个人盯着蓝旺鸡看了好久, 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。 这段时间里的蓝旺鸡,像极了醉酒状态下的他,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。 比如去提冷泉里的水,来来回回好几次,魏无线疑惑地问他要干什么, 蓝旺鸡也不回答,最终却是为了要给魏无线洗澡。 比如在藏书阁里画了很多画像,魏无线根本看不出来画的是谁, 因为每一张都不一样,又看不出什么共同点, 结果最终蓝旺鸡却笑着说,是你。 再比如蓝旺鸡吵着要去后山看兔子, 一把抓起地上的兔子, 一个接着一个往魏无线的怀里塞, 这场面像极了当年偷鸡的蓝旺鸡, 让魏无线哭笑不得。 所以在这段日子里, 魏无线虽然处理一个又一个政务很忙, 寻找治好蓝旺鸡的办法也很累, 但是每次陪着蓝旺鸡玩闹的时候, 又觉得什么都值得, 可以扫去所有的阴霾。 经过了多次尝试, 魏无线终于看到了希望。 次日,蓝旺鸡还是和以往一样卯实醒来, 不过又和以往不一样的是, 他在床边盯着魏无线的脸看了好久, 神情中没了孩子的气息。 蓝旺鸡抬起手, 对着魏无线的轮廓, 在空中画着, 有些轻松, 又有些难言之隐。 过了一会儿, 蓝旺鸡又是满满的孩子气, 对着睡梦中的魏无线傻笑。 魏无线刚睁开眼, 就看到了这样的蓝旺鸡, 抓住蓝旺鸡在空中捂弄的手, 轻声说道, 我的小蓝站醒了。 许氏昨日见蓝旺鸡又好转, 所以魏无线这一觉睡得特别安稳。 要知道这些天的他, 都是不到卯时就醒了, 今日醒得竟是比蓝旺鸡晚,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, 便带着蓝旺鸡去洗漱吃饭了。 吃过饭后, 两个人去了藏书室, 似乎又是之前的状态, 但是魏无线总觉得哪里怪怪的, 说不出来的感觉, 可是却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一样。 魏无线甚至都觉得, 是不是自己精神错乱了。 今日的魏无线, 也总是抬起头看身旁的蓝旺鸡, 蓝旺鸡又在那边画画, 笑意不断。 蓝旺, 你又在画我啊? 魏无线宠溺地说着, 蓝旺鸡很用力地点点头, 然后把画好的画像给魏无线看, 一副想要得到夸赞的样子。 蓝旺, 你怎么又把我画得这么丑啊? 你看他哪里像我啊? 蓝旺鸡笑而不语, 非要嚷着去后山看兔子, 魏无线虽然还没有忙完, 却也答应了, 好好好, 我们去看兔子。 蓝旺鸡还像只那样抓兔子给魏无线, 好好好, 给我, 都给我。 魏无线一边捧着蓝旺鸡塞过来的兔子, 一边回应着他, 见时候不早了。 魏无线拉起还在抓兔子的蓝旺鸡, 好了蓝战, 时候不早了, 我们回去了。 嗯, 说着, 把蓝旺鸡带回了静室。 回到静室之后, 魏无线才发现蓝旺鸡带回来了一只兔子, 轻声问, 蓝战, 你怎么把兔子带回来了? 蓝旺鸡抱着兔子坐下来, 一边玩着兔子, 一边说了一句, 很像。 听到蓝旺鸡的这句话, 魏无线有些疑惑, 因为这两个字从蓝旺鸡的口中说出, 感觉不像是小孩子, 魏无线激动地抓住蓝旺鸡的双臂, 蓝战, 你是不是好了? 蓝旺鸡却又听不懂魏无线在说什么, 笑着摇摇头, 自顾自地玩着手中的兔子。 魏无线在一旁若有所思, 发现蓝旺鸡的确有些奇怪, 不管是画画像, 还是抓兔子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, 似乎都是当年魏无线做过的事。 又或者说, 当年魏无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 蓝旺鸡其实是很欢喜的, 只不过从未表达出来, 如今一股脑的都做了。 在蓝旺鸡的心底, 到底有什么是魏无线所不知道的? 蓝旺鸡又是不是真的记忆有损? 这一切的一切, 都让魏无线觉得蓝旺鸡肯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。 发现蓝旺鸡的端倪后, 魏无线开始回想蓝旺鸡受伤的事。 当时蓝旺鸡为了给自己找咸灵草而受伤, 并且耗损过大, 当日也只知道蓝旺鸡是吐出了玉鸡很久的血污, 但是到底是哪里受伤了? 怎么受伤了? 魏无线都一无所知, 找不到原因就很难找到治疗的方法。 想到这里, 魏无线又抬头看了一眼蓝旺鸡, 此时此刻的他必须要知道蓝旺鸡是怎么受伤的, 唯一可行的办法, 那就是共情。 共情是有一定危险性的, 这一点魏无线比任何人都知道, 他也答应过蓝旺鸡, 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, 可是现在为了蓝旺鸡, 不得不这样做。 为了确保蓝旺鸡的绝对安全, 魏无线把蓝旗仁和蓝溪尘请到了近视。 在听到了魏无线准备和蓝旺鸡共情的那一刻, 蓝旗仁和蓝溪尘都是震惊的。 蓝溪尘有些迟疑, 无线, 可是魏无线并没有丝毫的迟疑, 对着蓝溪尘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蓝旗仁和蓝溪尘都太清楚, 魏无线对于蓝旺鸡来说意味着什么。 在魏无线消失的那十六年里, 蓝旺鸡是怎么过的, 他们都看在眼里。 而对于魏无线来说,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, 对彼此永远都是只多不少的。 蓝旗仁轻叹着, 没有再说一句话, 魏无线将僵尸的清心灵交给蓝溪尘, 再由蓝旗仁坐镇确保蓝旺鸡的安全, 也只有这样, 魏无线才能安心地进入共情。 就这样, 魏无线进入了共情状态。 在共情室时候, 魏无线是能够感受到蓝旺鸡的心境的。 蓝旺鸡在极北极寒之地四处寻找能够救回魏无线的咸灵草, 走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 这让蓝旺鸡非常害怕, 害怕因为自己而让魏无线再一次身云。 魏无线真切地感受到了蓝旺鸡的那份害怕, 在一片迷雾中, 蓝旺鸡找到了泛着柔光的咸灵草, 可就在蓝旺鸡拔起咸灵草的同时, 蓝旺鸡突然被一股力量击中了心脏。 魏无线确定, 这才是导致蓝旺鸡受伤的根源。 蓝旗沉见魏无线的状态不好, 所以即使姚玲把魏无线拉了回来, 无线, 无线, 怎么样, 你还好吗? 魏无线喘了口气, 蓝旺受伤的位置是心脏。 心脏, 蓝旗沉转头看向蓝旗仁, 蓝旗仁轻叹, 闭上了眼睛。 蓝旗沉继而转头看向魏无线, 两个人对视, 心中的问题都是一样的。 过了一会儿, 蓝旗沉恍然大悟, 无线, 或许应该去看一下你离开的那十六年。 在此之前, 蓝旗沉曾向魏无线描述过那时的蓝旺鸡, 魏无线虽然心疼, 却没有亲眼看到, 又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。 魏无线有些迟疑地看着蓝旗沉, 却开始摇头, 不, 不了。 这一刻的魏无线内心是抗拒的, 当时只是从蓝旗沉口中得知, 就已经心颤。 纵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宜邻老祖, 也会有软肋。 对于魏无线而言, 蓝旗沉何尝不是自己的命, 之所以两人如今能够无视世俗, 不也正是因为两人心中, 早已把对方看得无比重要吗? 可是如果是这样, 那魏无线就依旧没办法对症下药。 魏无线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, 又抬起手去摸了摸蓝旺鸡的脸, 往日里哑正端方的韩光君, 自己又哪里舍得他一直这样呢? 魏无线红了眼眶, 闭上眼, 开始吧。 蓝旗沉的手指微颤, 睁眼看向了魏无线。 魏无线来到了不夜天, 确切地说是当年的不夜天, 还是那场乱战, 蓝旺鸡在与傀儡打斗时, 视线总是放在魏无线的身上。 和当年一样, 魏无线受伤了, 看着眼前的一切, 内心只有失望至极这四个字, 就在魏无线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意识。 蓝旺鸡看到众人都在极力对抗因虎福, 而魏无线已经没有任何动作。 蓝旺鸡马上跑到魏无线身边, 抱起魏无线遇见走了。 可是,蓝旺鸡受伤了, 没办法带着魏无线走很远, 蓝旺鸡把魏无线藏进一个山洞里, 这是蓝西辰所说的那个山洞。 蓝旺鸡小心翼翼地将魏无线放在一块石头上, 魏无线靠在石壁上, 双目无神, 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。 蓝旺鸡一声又一声地喊着魏英, 可是魏无线依旧没有回答, 魏无线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蓝旺鸡当时的心疼。 蓝旺鸡拉起魏无线的手, 不停地给魏无线注入灵力, 害怕魏无线睡过去, 就不停地在和他说话, 魏英,魏英, 你看看我, 我是蓝寨。 滚。 魏英, 我信你, 我一直都信你。 滚。 魏英, 我心愿你, 我一直在, 不会让你受伤的。 滚。 魏英, 我所说的, 句句真心。 滚。 一声声地滚, 如巨雷打在蓝旺鸡的心上, 魏无线也同样感受到了蓝旺鸡当时的心痛。 看着蓝旺鸡脸上滑过的泪痕, 原来当时的蓝战, 也哭了。 在蓝氏长老们找到他们两人时, 强行让蓝旺鸡交出魏无线。 蓝旺鸡第一次忤逆了蓝启人的命令, 不仅没有交出魏无线, 反而祭出了碧尘, 打伤了蓝氏的多名前辈。 魏无线看着这样的蓝旺鸡, 心里不知道是应该开心, 还是难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